文旦不只是水果还可以入菜变成佳肴 为了推广花莲的文旦农产品 县佛带领着农友北上进行展售 要把花莲最优质的农产推广到都会市场 在花莲今年真的天气的灾害非常的多 其实天气的状况没有人可以掌握 但是花莲人的任性 花莲土地的任性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那其实县政府这边持续的带领农友走出来 不管是到我们的台北或是到我们的台中 其他的县市只要农友愿意 花莲县政府都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出门 好山好水之外最重要就是好品质 还有的就是它非常安全 那这个农产品安全是我们所有消费者 所有关注的 虽然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地震的影响 那人进不去 但是我们货把它送来这边了 花莲是全台最重要的文旦产区 种植的面积有上千公顷 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 每年的产量都非常大 因为农民栽培管理技术精进 品质也越来越受肯定 那今年在对岸的部分 它已经开放文旦柚的这个出口 但是我们还是把我们优质的文旦柚 把它留下来 让我们这个台湾的同胞 可以吃到我们最优质的一个文旦柚 我们的文旦柚它有香Q酸甜甘 这是五种滋味 所以我们的文旦柚吃起来 它的滋味层次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文旦柚因为采收以及保存的条件限制 所以每年可以享用的最佳黄金时段 就是在中秋节前后 尤其是白露到中秋这段期间 不少消费者都会把握机会扫货 花莲宪府也欢迎民众到花莲去吃文旦 买文旦 并且推出了买文旦柚就送抽奖券的活动 卯足了权力来促销农产品 从政花莲观光 人间新闻后面桥采访报道